強風不斷吹襲帳篷 這裡是中東國家 燕門 連連局勢動盪 還有饑荒 能源短缺等多重危機 迫使大量人民逃離家園 冬季來臨 民眾的苦難又多了一項 小小朋友蜷縮在博貝下 僅靠著彼此取暖 根據聯合國十二月發布的報告 燕門到了二零二三年 估計有約兩千一百六十萬人 相當於全國六成多的人口 需要人道援助 剛而 需要幫助的人越來越多 得到的國際關懷卻越來越少 此外 資金短缺 也讓僅存的物資越來越難送到影地 燕門民眾這個寒冬的處境 令人擔憂 大家新聞收看我們編譯 那是